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三条 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要怀有渗透至潜意识的 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我们先来看第一节 愿望的强烈程度 是成功的关键 我认为 我们可以如心中所描绘的那样 成就事物 换言之 无论如何都要达成目标 这一愿望的强烈程度 就是成功的关键 基于这一点呢 我把胸中怀有强烈的愿望 列为经营的第三条要地 并将副标题确定为 要怀有渗透至潜意识的 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只要驱动潜意识 我们就能更有效地 大幅拓展企业经营 什么是潜意识呢 人的意识有 显意识和潜意识之分 比如 现在我正在用显意识 跟大家讲话 大家也正在用显意识 听我讲话 显意识是觉醒者的意识 是可随意运用的意识 而与此相对应 潜意识通常 沉浅于显意识之下 不显露出来 是人不能任意控制的意识 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 潜意识的容量 比显意识 不知要大多少倍 据说人从生到死 全过程中的一切体验 见闻 感触 都蓄积于潜意识之中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 运用这种潜意识 以前我常常举例 说明这一点 比如开汽车 右手握方向盘 左手控制排挡 右脚踩油门或刹车 这套操作要点 我们先用头脑理解 即运用显意识 将它集中于 驾车这一行为 但熟练以后呢 我们完全不需要 有意识的操作 一边想着别的事 照样可以开得平稳自如 那是因为 在我们运用显意识 反复驾驶汽车的过程中 显意识渗透到了 我们的潜意识 结果 潜意识在无意识中 发挥作用 驱动了我们的手和脚 通过反复体验 活用潜意识 据说有两种办法 可以运用潜意识 第一种办法是 受到强烈的冲击性刺激 人受到沉重打击时 产生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会进入潜意识 并不断返回显意识 据说在人临死之际 过去的事情会犹如 走马灯一般 在脑海中浮现 零点几秒的一瞬间 一生的经历 如同电影一样 在脑海中一一闪现 就是说 储存于潜意识中的记忆 在直面死 这一重大变故时 就会与显意识连结 而显现出来 但是 这种运用潜意识的方式 并不是想用就能用的 第二种办法是 不像学开车一样 反复体验 通过反反复复的体验 我们可以使运用潜意识成为可能 比如销售额要达到多少 利润要达到多少 这样的目标 从早到晚 夜以几日 24小时反复思考 这种强烈的持续的愿望 可以进入当事人的潜意识 经营者一到公司 就要处理很多事情 不可能连续24小时 只考虑一个目标 但因为这个目标 已经进入了潜意识 所以即使思考别的问题 销售额要达到多少 这个强烈的意识 也会发挥作用 让你自然而然的 朝实现目标的方向前进 凭借强烈的愿望 可以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 假设大家所经营的企业 想要进入新的事业领域 可是公司过去 没涉足过该事业领域 公司内部缺乏具备 相应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人才 但如果抱有无论如何 非做不可的强烈愿望 每天都反反复复在头脑中 模拟演练 这个愿望最终就能渗透到潜意识 某一天你在酒店小桌时 忽然听到临桌陌生人说话 他们谈论的就是 自己一直在思考的 那个领域的事情 说话的人也似乎就是那方面的专家 于是呢 你立即起身请教 对不起 听您刚才的话 双方不知不觉就攀谈起来 这就有了缘分 即使素不相识 最后也会邀请他加入公司 新事业以此为契机 亦去展开 这样的事情呢 常常会发生 这类事我也经历过 1983年夏天 今次还只是京都的一家中型企业 但是我在思考 如何进入电子通信领域 这一国家级别的事业 当时呢 我担任京都山工会议的副会长 正好有NTT的技术高管前来讲演 就是这次相会 让我的计划一下子大幅向前埋进 原本 我以为与被邀请的讲师 也就是那位NTT技术高管 见面应酬一下 事情就过去了 然而 强烈的愿望已经渗透到前意识 因此 机不可失 我将这偶然的邂逅变成了良机 引领事业走向了成功 这是前意识的功劳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但在进入这样的境界之前 我必须反复持续地思考 必须有精力全身心投入 不断驱动显意识的过程 如果对要做的事 不肯深思 淡然处置 那它绝不会渗透到前意识 只有凭借火一般 持续燃烧的炽热愿望 我们才可能活用前意识 重建日航的强烈愿望 日航重建也同样如此 2010年2月 我正式就任日航的会长 当时企业再生支援机构 制定的事业再生计划 已经出炉了 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大幅削减债券 裁员16000名 减薪20%到30% 缩减国内外航线的40% 让大型飞机退役等 第一年实现 641亿日元的营业利润 第二年实现 757亿日元的营业利润 第三年重新上市 将企业再生支援机构的出资 还给国家 这个计划的内容异常苛刻 这样的事情迄今为止 谁都不曾经历过 许多媒体机构都断言 该计划不可能完成 但是我作为日航的会长 无论如何都要实行 这个重建计划 日航一定要重建成功 从这一强烈的愿望出发 在就任会长的致辞中 我向全体日航员工 说了下面一段话 志气高昂 一心一意 不屈不挠 愿望强烈 坚决实现新计划 仅此当年在推出 新的成长战略 并决心实现时 曾将这句话 作为经营口号提出 意思是说 实现新的计划 关键在于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有绝不气馁 绝不放弃的决心 因此 必须继续抱着高尚 而且强烈的愿望 一心一意 坚决干到底 我把这句话 用于日航的重建 新的计划在这里 是指日航的事业重建计划 实现这项计划 关键就在于 参与日航重建的高管 和员工们 不屈不挠的心 就是无论碰到什么困难 都绝不退缩 一心一意 勇猛向前 因此 我们必须聚精会神 抱着高尚的思想 和强烈的愿望 坚韧不拔 干到底 必须持续怀抱 纯粹而强烈的愿望 我向日航全体员工 强调这一条 这是实现重建计划 所必须的精神准备 各个部门都在醒目处 张贴标语 宣传这句话 公司内部报纸的封面上 也用大字刊登 向日航的全体员工明示 把它作为实现 事业重建计划的口号 同时呢 在每天的会议上 我也再三强调 按照这句话的意思 无论多么困难 多么辛苦 大家都要齐心协力 携手前进 就这样 在日航 无论如何 都要实现重建计划的 不容动摇的决心 以及必须达成目标的 强烈的愿望 不仅成了我个人的意志 而且成了整个集团的 共同意志 就这样 2012年9月 日航成功实现了再上市 其业绩远远超越了 原来的事业重建计划 而这个计划 曾被普遍认为 是一个难以实现的 困难计划 目标越难 越高 我们就越是要怀抱 实现目标的 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希望在座的各位 能够昭示高目标 并怀抱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去实现 这样的高目标 我们来看一下 本条的要点 你抱有的 要达成目标的愿望 究竟有多强烈呢 你是否拥有了 渗透到潜意识的 强烈而持久的愿望呢 你是否实时 怀抱这样的愿望 以至于不放过 任何转瞬即逝的机会呢 你有没有让组织的成员 都共有 纯粹而强烈的愿望呢 我们来回答一下 本条内容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心中抱有的愿望 非常重要呢 我们来看看回答 也许有人会嘲笑我 说我是违心论 但是我认为 说的极端一点 我们心中抱有的思想 愿望 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你现在的人生 就是由你内心描绘而成的 人们往往认为 自己的人生之路 不是由自己走出来的 而是由别人决定的 各种各样的因素 在发生作用 才形成了自己现在的人生 但这是不对的 你的人生 正是由你的内心 召唤而来的 你的思想 造就了今天的你 从这个意义上说 最为重要的 就是心中抱有 什么样的思想 愿望 说到思想愿望 我想起了一件事 应该是在 今词创业后不久 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把公司经营好 于是呢 我就买来松下 兴致住先生编的 小册子 PHP 认真阅读 还让员工们轮读 希望多多少少 能对经营有一些了解 正好当时 有一场 信之助先生的讲演会 我觉得机会很难得 一定要去听一听 于是抽空赶了过去 会场课满 已经没有座位 我就站在最后面 认真听讲 信之助先生讲的题目是 水库是经营 具体内容是 下雨时 把水蓄在水库里 以防洪灾 持续晴天时呢 就要放水 以防干旱 企业经营也是一样的 经济景气时 做出利润 就要将利润储蓄起来 以防经济萧条 就像水库一样 经营必须要留有余裕 江言结束 有一位年龄较大的人提问 他说 信之助先生讲得很精彩 但是您说应该 搞留有余裕的水库是经营 但我没有余裕 为了让经营有余裕 我们该怎么做才好呢 如果不教我们具体的方法 那么您的讲话对我们 就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啊 这个问题让信之助先生 一时欲色 如果我是信之助先生的话 我或许会这么回答 具体的方法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但信之助先生 稍稍停顿后这么说 不那么想可不行啊 搞经营必须要留有余裕 首先必须得这么想 一般人认为 用头脑想想不可能成事 但这是不对的 想是第一重要的 信之助先生想表达的意思如下 正因你认为 只有想想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你才搞不成 首先要从想开始 如果想要这么做 就会产生无论如何 都要实行的动机 所以不那么想可不行啊 连想都没想的事情 当然不可能成功 正是想这一行为 塑造了我们的人生 正因为想了 我们才会付出行动 才会溢于言表 我们一切行动的结果 都是由想塑造的 第二个问题 愿望一定能实现吗 1982年 京都陶瓷诸事会社 更名为 金瓷诸事会社 走出新的一步 作为经营口号 我们在公司内部提出了 如下一句话 稚气高昂 一心一意 不屈不挠 愿望强烈 坚决实现新计划 这是开悟的瑜伽达人 中村天风先生的话 中村先生主张积极思考 论述了达成新计划 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状态 中村先生继续说道 在人生土中 即便被抛弃进了 命运的滔滔灼流 即便不幸受到病魔的折磨 那也不能苦闷 不能畏惧 哪怕在梦中也不行 意思就是说 在人生道路上 即使受到命运的捉弄 陷入了不幸 或者遭受疾病缠身 也绝对不能痛苦烦恼 不能恐惧害怕 而要一心一意 想着如何成功 再换句话说 对于新的计划 新的目标的实现 不能有丝毫怀疑 如果有疑虑 就必须立即排除 对此 多数人也想做 但马上又觉得 困难的条件有这么多 于是呢 就开始退缩 但是 既然想要这么做 就不能有一丁点 消极的念头 特别是 面对困难的课题 更是如此 这件事很难 只要稍有为难情绪 事情就绝对不可能成功 必须怀抱 无论如何 非实现不可的强烈 而持久的愿望 虽然这么想 但实际很困难 这种否定性的语言 绝对不能说出口 如果冒出这种疑虑的念头 必须马上将其扶去 这样的努力 非常重要 只顾相信自己的可能性 为了实现目标 单纯的 强烈的 持续的思考 这就行了 不要有任何的担心 在人的思想中 潜藏着超越我们想象的 不同寻常的巨大力量 首先 要排除一切疑虑 怀抱不管怎样 都要实现的强烈愿望 当然 不是说只要思考 只要怀抱愿望 就万事大吉了 既然愿望强烈 接着自然就要持续地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只要这么做 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问题三 愿望不但要强烈 而且要纯粹 要稚气高昂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道圣和夫的回答 在心中抱有 强烈愿望的时候 不仅仅是强烈 而且愿望 必须正确而纯粹 这一点很重要 正如中村天风先生所说 必须稚气高昂 一心一意 对于稚气高昂的 纯粹的愿望 一个劲地把它思考到底 这才是重要的 这一点 用我创立第二电电时的情况为例 大家应该可以充分理解 当时呢 我们既没有资金 也没有技术 有的仅仅是 为国民提供低廉的通信费用 这一个愿望 日本的电话通信费用极其昂贵 如果不降低通信费用 那么 在即将到来的信息化社会中 国民就不得不承受巨大的负担 为了降低 因NTT的垄断 而处于高位的通信费用 必须出现与之竞争的公司 必须在正当的竞争下 降低通信费用 日本这个国家 包括舆论在内 是一个面对强大势力时 就会示弱的国家 对此我认为 在一个容忍 垄断体制的社会里 通信费用 绝对不可能下降 必须通过正当的市场竞争 把通信费用降下来 我抱着强烈的愿望 决心创立第二电电 但是 虽说愿望强烈 我却没有立即公开表明 参与竞争的意愿 我花费了半年左右的时间 不断严肃地逼问自己 动机善吗 私心无吗 你正在考虑 以金瓷这个地方性的 中型企业为母体 发起成立第二电电 你仅仅是为了降低 国民的通信费用 这一个目的吗 你不是为了实现 表现自己 以博得众人的喝彩吧 你的动机是善的吗 你真的没有私心吗 我严厉地追问自己 长达半年左右的时间 想要创办通信事业 这一强烈的愿望 没有夹在任何私心 目的正当而且纯粹 我在确认了这一点之后 方才举手 正式参与新的事业 在设立第二电电时呢 我只有52岁 金瓷的总销售额 也不过只有 2200亿日元的规模 这样一家京都的中型企业 面对销售额 几万亿日元的NTT 不惧一战 因此 常有人讽刺我们是 唐吉科德挑战风车 但是结果呢 被认为必定成功的 两家竞争对手企业 消亡了 被判为必将破产的 第二电电 却以新生的KDDI为名 获得了卓越的成功 这完全是 我已是否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 不断自我追问 从降低国民的通信费用 这一纯粹的愿望出发 创立公司 一味拼命努力的结果 仅此而已 我这种纯粹的动机 和顽强的努力 让第二电电的高管和员工 从内心产生了共鸣 他们不惜粉身碎骨 拼命工作 同时 这也打动了代理店 以及交易对象们的心 他们也全力援助我们 另外 作为客户的普通国民 也给了第二电电热情的支持 说句题外话 在第二电电创业之初 我连一股也不曾持有 这是因为 我不断地自问 是否动机至善 私心了无 从纯粹的愿望发端 以开创事业为志向 所以 我认为自己不应该持有股份 我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我持有股份 那么在公司上市时 我恐怕会拥有巨额的资产 但是 我最终只是在公司上市以后 才在市场上 购入了若干股票 因为我觉得 作为第二电电的会长 我连一股也不迟的话 好像也说不过去 大家或许会认为 依靠这种单纯的思想 就能让事业获得成功 简直不可思议 但是我认为 第二电电的成功 证明了这个真理 与此同时 因为读到了下面这一段话 我再次真实地感觉到 正确的 纯粹的 强烈的愿望 和坚忍不拔的努力 所具备的巨大的力量 对于眼前目标的实现也好 对于人生目的的达成也好 比起心地肮脏的人 心灵纯洁的人 要容易得多 在心地肮脏的人 因为害怕失败 而不敢涉足的领域 心灵纯洁的人 随意踏入 就轻易获胜 这样的势力 并不显见 这是活跃在 20世纪初期的 英国启蒙思想家 詹姆斯·艾伦说的话 读到这段话 我非常惊喜 他把我的实际感觉 表达得淋漓尽致 作为垄断企业的NTT 从明智维新以来 依靠国家财政 把电话网络 铺设到日本全国各地 与实力如此强大的 NTT对抗 风险极为巨大 简直无法想象 所以 没有任何人敢于出手 但是 被讽刺为唐吉科德的我 出手挑战 就获得了成功 我感受到 詹姆斯·艾伦用精道的语言 表达了这个简单的事实 就是说 愿望可以让事业成功 但如果这个愿望 不仅强烈 并且正确 而又纯粹的话 成功的概率 就会大大提高 同时 这样的成功 还能长期持续 这是我通过自己的人生 实践证实的真理 也是我不可动摇的信念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第四条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我认为成功没有捷径 努力才是通往成功的光明大道 经词仅用四十年 就成长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除努力之外 可以说别无他应 但是 经词的努力不是普通的努力 而是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不亚于任何人 这几个字才是最关键的 不做这种程度的努力 绝无企业今日的繁荣 经词创业之初 我们既无足够的资金和设备 又无经营的经验和实际 唯一的资本 只有无穷尽的努力 真可谓夜以继日 昼夜不分 努力工作 打于极限 大家每天忙得连何时回家 何时睡觉都不知道 不久 大家就精疲力尽 只要这样拼命 身体能吃得巧吗 员工中传出这样的声音 我的生活呢 也毫无规律 睡眠极少 不能按时吃饭 有时想 长此以往 恐怕真的难以为继 但我还是召集高管开会 说了这样的话 我虽不太懂 企业经营是怎么回事 但应该可以将它 视作马拉松 这是长距离 长时间竞赛 我们是初次参赛的 非专业团队 而且起步已迟 包括大企业在内的先头团队 已跑完了全程的一半 反正 我们是无经验 无技术的新手 出发又晚 按照正常速度 根本不可能取胜 既然如此 不如一上场 就全力及时 大家会说 这样蛮干身体会垮 说的没错 要用百米赛跑的速度 一口气跑完 42.195公里 马拉松全程 当然不可能 先头团队已经遥遥领先 如果新手迟发 又慢跑的话 不仅毫无胜算 还会逐渐拉大距离 所以 哪怕是短时间内 我们也至少得尽力 急起直追 努力挑战 我就这样说服了员工 所以自创业以来 今次始终全力及时 结果 今次一路不知停歇的 不断发展 直到今天 本期内容我们来谈谈 我尽我自己的努力 这种程度的努力 无法在激烈的企业竞争中胜出 至今令我难忘的是 创业后第12年 也就是1971年 公司股票上市当日的情景 全体员工聚集在工厂的空地上 我不禁留下感动的泪水 哽咽着说了下面一番话 以百米赛跑的速度 跑马拉松 或许中途倒下 或许渐渐落伍 大家这么讲过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 与其参加没有胜算的比赛 不如一开始就全力以赴 即使时间短暂 也要挑战一下 幸运的是 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居然适应了高速度 用高速度 一直跑到了今天 跑着跑着 发现前面的人速度并不快 因为已经看到了 先头团队的背影 于是再加速 超越他们 现在 我们已经超过了第二团队 先头团队已进入视野 再加油 按这种阵势 就可以追上先头团队 像这样全力及时 跑完马拉松 只有这样的努力 才称得上是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试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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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者 你们努力吗 大家回答 我尽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 企业经营就是竞争 当竞争对手 比我们更努力时 我们的努力就不奏效 我们就难免失败和衰退 仅仅是 尽了自己的努力 这样的程度 公司不可能发展 要在血雨腥风般残酷而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取胜 获得成长发展 就必须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日复一日 持续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还有一点很重要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必须每天不断地持续 千万不可忘记 任何伟大的事业 都是一步一步 踏实努力积累的结果 金瓷靠生产松下电子工业的电视机显像管 所用精密陶瓷部件开始创业 因为这种产品的加工非常困难 当时日本只有金瓷能做 尽管如此 一个产品只卖九日元 但是 松下电子工业的订货批量 以几万个 几十万个为单位 精密陶瓷部件 所用材料虽然先进 但同陶瓷器皿的烧制一样 生产过程并没有什么特别 将原料粉末成型凝固后 放进炉里高温烧结 这样的作业周而复始 不断重复 不断生产 我当时想 不管我们多么努力生产 但只卖九日元的廉价产品 就只是大公司的外包工厂 不可能变成大企业 但是 翻开迄今为止 大企业的成长发展时 我们就会明白 他们都从小事业开始 点滴积累 不断创新 踏实努力 坚持不懈 才有后来的辉煌 不可能一开始 就做大买卖 企业发展的要诀 一点都不难 认真做实事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持续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精以求精 持之以恒 如此而已 希望大家都理解这个道理 在一年365天 持续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只要持续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诸位的公司 定能成为 自己都难以想象的 伟大企业 作为经营者的 诸位的人生 也会更加充实美好 来总结一下 本条要点 你有没有不想努力 去寻找 成功捷径的倾向呢 你正在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吗 还是仅仅 尽我所能而已 你在率先垂饭 带头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吗 作为企业 你们正在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 日复一日地 持续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吗 我们来解答一下 关于本条内容的 几个问题 问题一 努力的秘诀是什么 在企业经营中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经营者和高管们 付出不亚于 任何人的努力 我认为 这一点决定了 公司经营的成败 有的经营者 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也不抱怨 而是拼命努力 一般来说 经济如此萧条 大家都会发牢骚 鸣不平 但是 即使经济不好 也得有所作为 依然拼命努力的公司 还是有的 这样的公司经营稳健 即使经济不怎么景气 他们照样窥然不动 另外 阅读人物传记就能明白 做出伟大发明发现的人 全都是在漫长的时间内 一步一步不断努力 做好朴实工作的人 包括艺术家 包括把一计一意 做到极致的工匠 无不如此 孜孜不倦 终其一生 从事单纯朴实的工作的人 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就是说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就可以让平凡的人 变为非凡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 或许并不具备经营者才能 但为了成为优秀的经营者 该怎么做才好呢 随处可见的平凡的人 要变为非凡的人 关键就是不懈努力的反复积累 毕生努力的人 才能成为名人或达人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 我很自觉地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毫不厌烦 至今还在积蓄 我的情况是 环境逼得我不能不持续努力 所以我一直很努力 那后来呢 我产生了一种感觉 那就是 在热心投入朴实工作的过程中 我喜欢上了工作 从那以后 从早到晚 不惜分秒 我全身心投入工作 在外人看来 工作那么努力 太辛苦了 觉得我很可怜 但是我喜欢工作 沉迷其中 我认为 正因为迷上了工作 我才能持续努力 一路走到今天 我就是这么想的 有言道 有情人相会 千里如一里 想与自己迷恋的人相见 哪怕走上千里 也不觉其苦 感觉只有 一里之举 在漫长的路程中 持续努力的原动力 就是 喜欢工作这一条 只要迷上了工作 看来辛苦的工作 就变得不再辛苦 意识到这一点后 我就对年轻人说 必须付出 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不过其中有个秘诀 就是要喜欢上 迷恋上 你现在正在做的工作 一旦你喜欢上迷恋上了 虽然旁人看你很辛苦 你本人却甘之如頤 一点也没有辛苦的感觉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努力和能力哪个重要 要在人生和工作中做出结果 能力是必要的 但要把工作做出色 像傻瓜一样的热情和努力 更是必不可缺的 再进一步说 拼命付出热情和努力 达到让人嘲笑的程度 这才算出色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重要 经过思考 我觉得可以列出一个方程式 说明人生和工作的结果 取决于能力 热情 思维方式 这三个要素 我认为 人生和工作的结果 由这三个要素的成绩决定 人生工作的结果 等于思维方式 乘以热情 乘以能力 按照这个方程式 即使只具备勉强 及格程度的60分的能力 但以80分的热情 付诸努力的话 就可以获得4800分的结果 这很明了 如果热情 努力是90分的话 那就是5400分 这个高分 但是呢 即使是毕业于名牌大学 头脑聪明 能力为90分的人 却因为脑子好使 就放松努力 只有30分的努力 结果 也只有2700分 还有 在这之上 还要加进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 从负100 到正100 因为这三个要素 是相乘的关系 所以呢 性格扭曲 消极处事 或者总是自私自利 结果 就会全成为负数 我按照这个方程式 努力将人生 和工作的结果 做成正直 并尽可能 把结果做大 即使能力不强 但只要有热情 不懈努力 并采用正面的思维方式 那就会带来 出色的成果 问题三 领导人 应该牺牲自己吗 当付出不亚 于任何人的努力时 精力都会 集中在工作上 从这个意义上说 自己的人生 就没有了余瑕 如果既不能把时间 花在个人兴趣上 也无暇玩乐 有时就会觉得 自己过得很惨 如果不能发展 个人兴趣 不能外出玩乐 就会感觉 这样的人生 未免单调乏味 后来呢 我学到了一段话 他治愈了我的 这种情绪 让我获得了救赎 这段话是 二十世纪出 英国思想家 詹姆斯·艾伦说的 当时我全力以赴 距今会神于工作 但这么做 是否让我失去了 别的什么 重要的东西了呢 当我感到困惑 迷茫时 詹姆斯·艾伦 留下的这段话 让我茅塞顿开 无法获取成功的人 都是一点也不肯 牺牲自己欲望的人 就是说 完全不愿牺牲自己欲望的人 不可能获得成功 詹姆斯·艾伦继续说道 如果真的想要成功 就必须付出 与之相应的自我牺牲 如果想要获得大的成功 就要付出大的自我牺牲 如果想要获得最大的成功 就要付出最大的自我牺牲 从玩心正浓的时期开始 就一直强迫自己 做出自我牺牲 这是成就事业 或者说 为了获得成功 必须付出的正当的代价 我感觉到 詹姆斯·艾伦说的 就是这个意思 果然如此 如果是这样的话 荆姆斯之所以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功 是因为我们付出了相应的自我牺牲 作为这种牺牲的补偿 公司才有至今的发展 我对此确信不疑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经营十二条的第五条 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利润无需强求 量入为出 利润随之而来 荆姆斯创业之初呢 我没有经营的经验和知识 对企业会计一窍不通 便请外员公司派来的财务科长 协助会计事务 一到月底呢 我就抓住他问 这个月怎么样 他的回答只要夹杂许多 会计专业术语的解答 就会令技术出身的我 十分头痛 我忍不住说 如果销售减去费用 剩余的就是利润的话 那么只要把销售额增加到最大 把费用压缩到最小 不就行了吗 估计那位科长当时吃了一惊 从那时起呢 我就把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当做经营的大原则 虽然这是一条非常单纯的原则 但正是由于忠实地贯彻了这一原则 经此才成为一家高收益体制的优秀企业 作为经营常识 大家都认为销售额增加 费用就会随之增加 但是这不对 超越销售增加 费用也增加 这一错误的常识 为做到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而彻底开动脑筋 持续付出努力是非常重要的 正是这样的姿态 才能创造高效应 举例来说 假定现在销售为100 为此需要现有的人员及设备 那么订单增至150 按常理 人员设备也要增产50% 才能够应付生产 但是呢 这种加法式经营绝对不行 订单要增至150 需要提高效率 本来要增加五成人员 压到只增加两三成人员 以实现高收益 订单增加 销售扩大 公司处于发展期 正式搞合理化建设 提高效率 变成高收益企业 千载难逢的机会 可是呢 大多数经营者 在企业景气时 放松管理 坐师良机 订单倍增 人员设备也倍增的 加法经营很危险 一旦订单减少 销售降低 费用负担立刻就会下重 结果导致企业 一落而成为亏本的企业 本集我们来谈谈 构筑全员参与的经营体制 为了实施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经营者必须建立一个 管理会计系统 能够及时明确 各个部门的业绩 构建这种能帮助提升 各个组织的业绩的系统和体制 也是经营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经营者愿望强烈 热情洋溢 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不断钻研创新 企业就能成长发展 但在企业成长 组织扩展的过程中 实际的经营状况 变得难以掌握 企业陷入困境 这种情形经常出现 所以 企业需要一种精致的管理体制 使得在组织扩大以后 仍能及时把握 企业经营的实际状况 就是说 为了让企业经营坚如磐石 构筑一个精致的 能让全员参与经营的管理会计系统 必不可缺 为此 在经营创业后不久 我就煞费苦心 构筑了这样的系统 这就是所谓的 阿米巴经营 阿米巴经营呢 同一般的财务会计不同 这是为了让经营者 便于经营而使用的一种管理会计手法 阿米巴是由几个人至十几个人组成的小集团 经营现有一千多个这样的小集团 各个阿米巴的领导人 就像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一样 经营各自的阿米巴 在阿米巴经营中呢 使用一种独特的指标来计算收支 就是计算出 每个阿米巴每小时生产多少附加价值 简单讲 就是从每个阿米巴的销售额中减去所有费用 剩余的金额 在处以当月的总工时所得到的数字 这样的一套体系 我们称之为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到了第二个月的月初呢 经营就能依据单位时间核算制度 用单位时间核算表 详细反映出各个部门截至上个月底的实际 只要浏览这个单位时间核算表 哪个部门收益如何 有关情况就会一目了然 另外 未将费用压缩到最小 在单位时间核算表上 费用科目会进行细分 比一般会计科目分得更细 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 构成所谓实践性费用科目 比如不用光热费这个大科目 电费是电费 水费是水费 燃气费是燃气费 将其中的项目分别列支 因为这样做 从事实际工作的员工们就能够很快理解 就能采取具体行动来削减费用 看了细分后的核算表 这个月电费花多了等 现场负责人就能清楚理解费用增减的原因 就能进行必要的改善 我们接着来聊聊 看清了核算的情况就能萌生创意 阿米巴经营在日航的重建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到日航后 一方面我努力改变经营高管和现场员工的意识 另一方面我致力于构建 适用于航空运输事业的管理会计系统 因为我刚到日航上任 马上就感觉到日航在管理上的问题 当我问到现在的经营实际怎么样时 经营的数字怎么也出不来 好不容易出来了 却是几个月以前的数据 而且只是粗略的宏观数字 再问到究竟有谁对哪项收益负责时 也没人说得清 责任体制完全不明确 还有航空业的利润出自飞行航班 当我问及各航线各航班的收支状况时 他们更是一头雾水 到那时为止 日航从来没有考虑过管理体制 也没有思路 而实际上哪条航线 哪个航班的收益多少 都是一笔糊涂账 因此许多航线持续亏损 却无人问津 因此我认为 必须构筑一个管理系统 使各条航线 每个航班的收支状况一目了然 否则就不能提高整个企业的收益 阿米巴经营不仅在金磁和KDDI大写身手 而且已有数百家企业导入 我在日航构筑了阿米巴经营的体系 这样不仅可以迅速掌握各个部门 各条航线 各个航班的收支情况 而且可以以各阿米巴负责人为中心 动脑筋想办法 增收减支 提高效益 这样一来 各部门详细的经营业绩 在次月就能出来 所有的员工都能看到自己部门的实际 大家都能为提升本部门的收益 献计献策 同时呢 每条航线 每个航班的核算情况 在次日就能知道 就能按需求及时变换机种 或临时增加航班 这样的事情 由现场人员就能判断实施 本期内容我们来聊聊 用数字经营 另一方面 维修部门 机场服务部门等 也尽可能把组织化小 以便各自对费用进行细致的管理 要让全员都了解费用明细 还有没有浪费 有没有办法再提高一点效率 集合众人的智慧 营造一个全员都能致力于 改善经营的体制 依据这一管理会计系统 计算出各部门的数字 再以这些数字为基础 召开业绩报告会 把各部门各子公司的负责人召集起来 让其各自发表本部门的实际 我开始召开这样的业绩报告会 每月一次的业绩报告会 花两三天时间 从早开到晚 根据详细记载了各部门 各科目预定值和实际值的庞大资料 只要从中找到我认为有疑问的数字 哪怕是交通费 光热费等细小的费用项目 我都会问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字 彻底追究其原因 在不断召开这种会议的过程中 用数字经营企业 就变成了理所当然的尝试 怎样努力去改善经营 今后如何提升核算效益 各个部门负责人 都会像经营者一样思考 并用数据发表说明 现在日行的全体员工 都能有效利用这个体制 提高核算意识 并为提升企业收益做出贡献 接下来我们说说 为了成为高收益企业 在日本常有中小企业 像农包变大就破碎之类的 揶揄之说 就是因为企业没有采用 上述有效的管理会计手法 企业上小时姑且不谈 变大后仍做笼统账 那么任何人都弄不清经营事态 当然一般的会计处理总要做 但不起实际作用 因为经营者从中看不清经营实况 无法及时采取有效措施 企业效益自然就上不去 自经营创业以来 除了近年雷曼冲击后的一段时间之外 其利润率基本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 有些年份的利润率甚至接近40% 之所以能构建实现高收益的企业体制 原因不仅在于 经营拥有其他公司 无法仿效的独创技术 开发了高附加值的产品 我认为 构筑并忠实贯彻了 可以看清经营实况的管理系统 而且全体员工一心一意 共同追求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努力追求这一经营的真谛 才是经此实现高收益的最大的原因 我们来总结一下要点 有没有被销售增加 费用也增加这一错误的常识误导呢 有没有持续钻研创新 以实现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呢 有没有趁着销售扩大的机会 谋求高收益呢 有没有构筑 能够及时反映各部门业绩的管理系统呢 员工们有没有提高核算意识 并采取具体的行动呢 接下来我们解答一下 针对本条内容的提问 问题一 经营者日常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呢 1998年 日本经济新闻社出版了我写的 道胜和夫的实学艺术 出版后呢 日本许多公正会计师 财务部门等会计专家们 寄给我许多信件 大致内容如下 这本书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在内容上抓住了会计的精髓 不懂会计精髓的经营者实在太多了 我们很困惑 至今为止呢 不管我们如何解释 经营者们都不理睬 现在可以请他们读一读这本书了 创业当初呢 因为我既不懂经营 也不懂会计 所以我想 不管怎样 如能做到销售最大化 费用最小化 这就行了 于是我拼命努力实践这一条 当然我实践的并不只是这一条 后来呢 我学了会计 把利润表中 会计科的意思 全部弄明白了 并在此基础上 开展经营 在利润表中 首先有销售额 然后有各项费用 对于只要削减哪项费用 就能增加利润 用加减法就能搞清 其实很简单 利润表不是只给会计看的 为了让经营稳定 经营者必须经常关注利润表 但忠实地实行这一条的人 意外地少 我认为 经营就像操纵飞机 作为经营指标的销售额和费用 就如同飞机驾驶舱里 仪表盘上显示的数值 这样有危险 因为高度下降了 要加大马达的输出功率 提升高度 因为飞机的状态 全在驾驶舱里的 仪表盘上显示出来 所以用心看这些数字 对飞机加以调整 就是飞行员的责任 就是说 每天不看利润表的经营者 就好比不看仪表盘 而操纵飞机的飞行员 这样的话 连飞机飞向何方都不知道 问题二 为什么企业一定要实现高收益呢 为了追求从业人员 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幸福 在企业经营中 确保盈利是必须的条件 再次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再次认识 经营者的使命 为什么企业一定要实现高收益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举出六条理由 并依次说明 一 强化企业的财务体制 二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使企业经营处于稳定的状态 三 以高分红回报股东 四 通过提升股价回报股东 五 增加事业发展的选项 六 通过企业并购谋求事业的多元化 第一个理由 强化企业的财务体制 为了归还创业初期的贷款 精神以高收益为经营目标 但事实上 精神在贷款全部偿还以前 因为订单快速增加 又需要新的设备投资 所以又接受了另外的银行融资 在创业后的一段时期内 精神还没有充足的内部留存 但当时 在还款计划方面 我们有了一点智慧 最初借款这样归还 另外 新的设备投资获得的融资 通过别的途径那样归还 后面继续发生的其他设备投资 则利用融资这样归还 每个项目的贷款 还款联系起来考虑 好像组编一辆前后车厢连贯的列车 而且 对每次新设备投资 需要增加的融资项目进行管理 好比铁路管理员 制定安全运行时刻表一样 让多趟列车 在铁路上有序行进 之所以能够进行这种管理 就是因为在我的头脑中 有尽快归还贷款的强烈意识 通过持续的获得高收益 今次在创业十年之后 基本上实现了无贷款经营 而且在那以后 今次依然持续的快速成长发展 但并不是以贷款额 随着销售额增长的 那种不健全的方式 而是在没有贷款的状态下 每年都不断提升内部留存 同时实现成长发展 就是这样 高收益强化了财务体制 使企业的稳定成长发展成为可能 正因如此 企业必须实现高收益 第二个理由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 使企业经营处于稳定的状态 对于员工们 对于高收益的必要性 我做了如下说明 高收益所体现的 就是应对未来人工等费用的上涨 消化今后一段时期内成本上升的能力 例如 如果有15%的利润率 那么即使每年人工成本增加3% 哪怕不采取任何特别措施 企业也有余力承受五年的工资上涨 所谓高收益 就是承受今后费用增加的能力 还有 在因市场形势恶化 带来销售额下降的情况下 企业如果保持高收益 就具备了承受这种形势变动的耐力 企业也不会轻易跌入赤字 从这个意义上说 高收益也是必要的 实际上 在过去的石油危机和日元升值危机 以及之前发生的雷曼金融危机等情况下 在销售额大幅下降的时候 从整个年度决算来看 经此也从没陷入过赤字 而是顺利地度过了萧条期 第三个理由 以高分红回报股东 做出了利润之后呢 其中大约一半缴纳税金 缴税后剩下的利润留在公司里 如果用作内部留存 这些利润就可以偿还贷款 或用于设备投资 如果没有这种必要 公司就可以给股东分配更多的利润 这与资本主义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 对于获得高收益的公司 纳税后剩余的利润可用于高分红 而且这种分红所得可以远远超过银行存款利息 就是说 买进高收益企业的股票 就能获得更高的分红回报 这本来就是股份公司应该追求的目标 第四个理由 通过提升股价回报股东 企业如果实现了高收益 就可以用高分红来回报股东 如果业绩持续向好 企业还可以通过提升股价来回报股东 如果企业的运营能力 稳定性 以及未来的发展性能获得好评 那么这种评价 一定会在股价上体现出来 只要股价上涨 就会对股东有利 第五个理由 增加事业发展的选项 企业如果实现了高收益 那么在支付了税金以后 仍能留下充裕的利润 如果能用好 由此产生的富裕资金 企业就有利于开展多元化经营 比如就今次而言 我考虑到 如果仅仅依靠精密陶瓷这一项事业 那么将来公司的发展会受到限制 所以呢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 今次的事业接连向切削工具 再结晶宝石 人工牙根 太阳能电池等不同领域 不同行业展开 这种事业的多元化 对现在今次的销售额贡献巨大 但当时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些新事业 都要归功于今次 因高收益而获得的充裕的资金 和强大的财务体系 为了能够长期成长发展 企业必须开辟新的事业领域 但是 开辟新事业的道路 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 特别是开始时几乎都会出现赤字 企业要负担这个赤字 并将新事业继续下去 也需要保持高收益 如果本业是低收益 企业没有利润 却又开启了新事业 就会导致赤字的进一步扩大 最终甚至置企业于死地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局 但这么做是不对的 正因为本业是高收益 企业才能踏上开拓新事业的经济之路 并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 第六个理由 通过企业并购 谋求事业的多元化 如果长期维持高收益 不断增加内部留存 能够自由使用的现金存款就会增加 这样企业就可以使用充裕的自有资金 使得并购企业或事业变得更容易 这是因为 如果储存了足够的自有资金 企业就不需要从银行借钱 就不需要承担包括利息在内的风险 第二电电的创业就是这样的 当然 进入通信行业不属于企业并购 但是一口气投入大量资金 一下子将事业展开 从这个意义上讲 同MA相似 当下定决心参与其中 并在今次的董事会上 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 我说了下面一段话 虽然这是一项高风险事业 但我无论如何都想要干 即便这项事业无法顺利走上轨道 给今次带来损失和负担 我仍然请求各位 允许我为这项事业付出一千亿日元的代价 如果花费了一千亿日元 事业仍然不能走上轨道 我就会干净利落地放弃这项事业 从中撤退 如果第二电电这个事业走入死胡同 提供资金保证的金子 就必须承担损失 假设损失一千亿日元 那么即使金子在本业中 做出两百亿日元的利润 仍然会是决算表上 出现八百亿日元的庞大赤字 但是呢 当时的金子已经拥有 一千五百亿日元的内部留存 即使一千亿日元打了水漂 也不过是在过去储存的资金中 减少一千亿日元 不会导致公司破产 金子仍然会保有五百亿日元的现金 而本业仍然保持高收益的态势 就是说 只是在一年的决算中 出现了庞大赤字 从第二年开始 一如既往 仍然能够做出百分之十五 乃至百分之二十的理论 这就完全不会动摇金子的根基 不会影响金子的发展前景 相反 如果金子只是低收益企业 在过去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 好不容易才积累了一千五百亿日元 结果会怎样呢 那么 影响就不限于这一年出现的庞大赤字 而且往后仍然会拖金子的后腿 甚至影响金子公司的本体 所以 如果是低收益企业 无论你燃起多么崇高的理想 也不可能痛下决心参与新事业 能够创建第二电电参与通信事业 不是因为我具备勇气 而是因为 经此通过高收益 积累了内部留存 做好了准备 被逼到相铺台的边缘时 再使出权力 这样的经营会很危险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要置身于赛台正中 在安全的状况下 确保取胜 必须以此为目标 我的行为乍看起来 好比唐吉科德挑战巨大的风车 给人一种莽撞无谋的印象 大家或许都认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然而 对我来说 那不过是在相铺台的正中发力而已 就像这样 高收益 才使得大胆的事业的拓展成为可能 以上就是必须实现高收益的六条理由 但这并非是我一开始就理解的内容 现在回过头来看 从创立今次开始 我遇到了种种问题 在痛苦烦恼中 我逐渐确信了企业经营 必须要实现高收益 并持续加以实践 直到今天 首先 请务必在心中重复地强调 一定要有高收益 抱有渗透到潜意识的强烈愿望 并相信高收益一定能实现 高收益太难了 现在这个行业做不到 如果这么想想 高收益就不可能实现 无论如何都要实现高收益 为此 思考必须怎样改良改善 以及必须做哪方面的努力 一定要实现高收益 朝着这个目标 每天都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这是很重要的 目前为止留意是舆讨安 描得一切 照顶 感谢观看